2021年,劳斯莱斯的销量打破了该品牌创建以来的销售记录,在全球卖了近5600辆豪车。 劳斯莱斯的CEO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的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死亡,促进了劳斯莱斯去年的销量。 他说,很多人因为目睹身边的人因新冠离世而意识到人生或许很短暂,与其以后再说,不容服在当下。 截至去年底,全球已经有500多万人因新冠死亡,而2021年,美国的新冠确诊和死亡人数是疫情爆发第一年2020年的三倍。 在面对新冠这样的全球灾难时,很多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受到冲击,发生转变。 那无论是换车换房换工作,还是干脆不工作,都是人们对疫情之下生活的回应。 这也使得很多人愿意花更多的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不过,新冠死亡和不确定的未来,只是刺激人民消费的一个因素。 稍后我会说说其他的原因。 除了劳斯莱斯之外,全球极大豪华车制造商去年都创下了销售记录。 即使在芯片短缺的情况下,奔驰和宝马一进入的销量就超过了50万辆。 如果说豪车消费只能代表少数的精英阶层,那个人奢侈品的销量数据,则能体现疫情之下普罗大众的高消费行为趋势。 在过去20年中,美国咨询公司Bank & Company发布的奢侈品研究,一直是行业的参考指标。 连他们都说从未见过奢侈品行业像去年那样大爆发。 该研究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相较2020年的低点,2021年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暴增了三分之一, 甚至超出疫情之前2019年的销售纪录。 而去年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是中国和美国。 中国2021年的奢侈品销售比2019年几乎翻了一倍,而这得益于疫情之下流行受限, 原来的出国购物变成了如今的国内消费。 美国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主因则是二线城市和郊区居民奢侈品消费的快速增加。 该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的奢侈品消费为890亿欧元, 占全球奢侈品市场份额的31%。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为600亿欧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1%。 以迪拜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地区,2021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也不为亮眼, 但欧洲、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奢侈品销售则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该报告指出,这些地区的奢侈品市场没有完全恢复与全球旅行限制有关, 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消费者无法出国购物。 在个人奢侈品消费类别中,鞋子、香包业类的食品和珠宝销量是最高的, 相较2019年分别上涨了11%,8%和7%。 该机构还预测,个人奢侈品消费还将以每年6%至8%的速度增长,直到2025年。 疫情之下,人们更具向高消费购买奢侈品的原因, 除了之前提到的人生短暂要活在当下的观念之外, 还包括受防疫措施影响,能外出就餐、旅游、娱乐的机会大幅下降, 而购物就成了最容易实现,并能给人带来隐约辛勤的消费方式。 加持疫情之下,股市、房市、加密货币都连创新高, 人们拥有的资产更多了,花钱自然也更舍得。 另一方面,虽然疫情令很多行业遭受重创, 但也有不少行业急速增长, 比如医药、互联网、运输行业等等都在疫情之下赚得盆满钵满。 台湾长洲海运公司去年就发放了40倍月薪的年终奖, 成为了令全网羡慕的对象。 此外,政府的慷慨支票也为奢侈品购买力添柴嫁祸, 无论是按人头发放的疫情补助金, 还是每月4000多的失业救济金, 都为更广泛的群体消费奢侈品提供了动力。 当然,在经济能力范围内的高消费无可厚非, 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前景难以预测, 只有为你筹谋和理解消费才能为我们家人和生活提供网障。